看华府新闻 小华府大事 这里是华府新闻节目 本节目由美国开市达商业地产集团冠名赞助 大华府亚运女子乐坊首场音乐会 于8月25日在马州洛城F.斯科特·菲兹杰拉德剧院精彩上演 经典与现代 东方与西方的音乐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作为大华府地区第一支新民乐团体 大华府亚运女子乐坊的音乐会也不同于传统民乐专场 在开场的经典琵琶曲《十面埋伏》 融入了笛字 二胡 古针和中古 把项羽被大军包围时走投无落的场景 借不同的乐器更加形象地表达出来 让更多观众从乐器的声音中就能感受战争及失败的景象 中西斗乐由西洋乐器长笛小提琴 中国民乐古针二胡琵琶笛子组成 选取美国经典电影歌曲《加勒比海盗》 《碟中碟》 土耳其进行曲 歌剧《培尔金特选段》及《新赛马》 在中国民乐和西方乐器的相互比拼中完成 充满新意的中西斗乐 吸引的现场观众掌声此起彼伏 也为民乐注入了新的活力 中文歌曲串烧和英文歌曲串烧 选用了近年来中美最为广泛传播的歌曲 采用民乐独特的声调进行改编 赋予了歌曲更深且更直接的意义 在英语串烧《Bite Romance》中 琵琶手何欣仪和二胡手李靖雷走下舞台 与观众进行近距离的互动 使现场充满了浓郁的摇滚风情 为了让整场晚会的中国元素更加丰富 音乐会还增加了敦煌舞 孔子选段彩威舞和京剧《无数》 晚会在明月弹唱《刚好遇见你》中落下帷幕 晚会总导演何欣仪介绍 大华府地区虽然有许多晚会 但是新明月的女子组合音乐会是第一场 她希望能借这场晚会 引起更多美国华语和美国人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 也能让这些传统中国民乐 能够走出中国 走进美国